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马迁写进了《史记》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人就是《无子兵法》的作者吴启 听到这儿想必你就知道了 吴启也是一个军事家 他和孙子一样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不过他可不只是会打仗 还是一个改革家 几个国家在他的管理改革下都变得强大起来 可这样有才华的一个人 为什么没有孙子出名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他身上虽然有许多夺目的优点 但争议之处也不少 吴启是魏国人 还是一个富二代 可他不愿意只做一个公子哥 想当官 于是就到处托人送钱找关系 一来二去 把好好的一个家败得精光 可他还是什么官都没当上 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乡亲们看到了就说 就是这个白家子 把钱花光了 官也没捞着 不孝子 也不先丢人 吴启一股热血涌上脑门 拔剑就冲了上去 竟然杀死了三十多人 事情发生之后 害怕官府来抓 他就准备逃命去了 可他还是不放弃 当官的梦想 临走时跟母亲说 我不当大官 绝不返回魏国 说完 头也不回的走了 吴启一出来后 就跟着孔子的弟子 曾子学习儒学 一段时间后 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 吴启真的 如当年的誓言一样 没有回去看母亲最后一言 这件事情被曾子知道了 曾子大骂他不孝 把他赶了出去 并宣布与他断绝 失声关系 吴启的价值 是在后来的人生中 一一展现出来的 吴启声名真正显扬 是他去了魏国后 魏文侯任命他为主将 让他去攻克秦国 第二年 吴启带着人马攻打秦国 一路势如破竹 一直打到正线 一向在武力上 自是少有对手的秦国 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仓促之间退守到落水 赶紧下令修建防御工事 先躲上一阵子再说 在领军期间 吴启十分爱护士兵 和士兵们同吃同睡 吃粗粮 睡在田间地头 没有被子就拿树叶 往身上一盖 一点将军的架子都没有 有一次一个士兵生疮 十分痛苦 军中医疗条件有限 吴启看到后 就跪在地上 为士兵吸去伤口的农 这件事情 让士兵感动得痛哭流涕 所有士兵都红了眼睛 发誓要为主将不惜生死 也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就这样 军中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魏国把原来是秦国的河西地区 都占领了 在这里设置了西河郡 吴启当之无愧地 成为了军手 魏文侯对吴启更加赞赏 就让吴启想个办法 把魏国的军事实力变强 毕竟全都 在吴启变法后 楚国的国力变强 扩大了领域范围 还在各场战争中 一再取得胜利 到后来 一些诸后国 听到楚国的名字 狠得牙痒痒 还只能忍着不敢说 这是吴启人生中 最高光的时刻 可是在这高光背后 吴启也给自己啊 埋下了危机 他一心壮大楚国国力 却得罪了大批贵族 这些人睡梦里 都想把吴启给杀死 可是楚道王把吴启看得 比自己的眼珠子还要珍贵 他们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 后来楚道王死了 吴启来到灵堂上 悼念楚道王 那些等待已久的贵族们 一箭射来 吴启心知自己难逃一死 心念急转 挣扎着跑到楚道王遗体旁 拔出箭 插到了楚道王的遗体上 大喊道 反贼作乱 谋害大王 根据楚国法律规定 侮辱君主尸体的人 要被诛灭三族 吴启的尸体被车裂 谋害吴启的贵族 没有什么好下场 新王下令处死他们 被牵连灭族的 有七十多家 吴启死之前短短的一瞬 也把敌人拉下来 给自己报了仇 吴启是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 改革家 也是兵家代表人物 同时 他通晓兵法 儒家 法家 诸家思想 颇有学问 他在鲁国 魏国 楚国 三个国家都做过关 在内政和军事上 都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军事上 他在鲁国时 率领士兵打退齐国的入侵 在魏国时 他又屡次率兵打败秦国 夺取河西 帮助魏文侯成就霸业 在政治上 在楚国时 他主持武器变法 使楚国一跃成为强国 在兵法上 后世把他和孙武 一起合成为孙吴 他写的武子兵法 和孙子兵法 合成为孙吴兵法 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 占有重要地位 说完了吴启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成语 杀妻求将 吴启被曾子赶出门以后 也不再学儒学了 改学兵法了 渐渐小有名气 齐国要攻打鲁国 鲁木公想启用吴启 又有些犹豫 因为吴启的妻子是齐国人 那吴国攻打齐国 可能就下不去手 吴启猜到鲁木公的想法 他一直期待 能够谋得一官半职 怎么舍得放弃 这个大好的机会呢 他拍着胸脯 对鲁木公保证 我有办法让大王放心 鲁木公一愣 没反应过来 吴启就走了 没过多久 就有人告诉鲁木公 吴启杀了自己的妻子 原来 这就是他保证 消除鲁木公疑心的办法 鲁木公半天没有说话 后来还是遵守了诺言 让吴启担任鲁国的将军 这就是著名的 杀妻求将的故事 后来比喻为了追求名利 而不惜做灭绝人性的事 这也是吴启一生中 除了不孝之外 另一个无法抹出的污点 体现了他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性格 这也正是他为人购病之处 好了 阿诚老师 有个问题要考考你 吴启在哪个国家 发动了政治改革呢 仔细回想一下 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 对选中的同学 会得到神秘大理 在下一期 我会为你介绍吴子虚 气小意而雪大池 如果你想知道 吴子虚的故事 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